烟霾弥漫截至傍晚6点 本地三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进一步攀升到了150点 依旧是不健康水平 而学校做好应对措施 有小学展颜外出学习活动 托儿中心则是取消了户外活动 也有养老院开辟烟害隔离室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德勒小学230名小医生 原定星期二到植物园游学 由于烟霾情况难测 学校不得互展颜这项安排 校方指出如果烟霾恶化 不仅户外的早上集会将取消 学生也会被安排到 有冷气的课室和图书馆上课 这家位于市区的托儿中心 取消了所有户外活动 据中心观察 烟霾期间学生的出席率 几乎达到100% 十位家长里面有三位家长更愿意在这段时间让孩子来到学校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有些居住环境是没有冷气的 也可能孩子在家里的时候他们要吵闹的出去户外活动 在学校里我们有全天候的冷气开放 而且我们有空气的进化设备 我们不会因为那个使用的电量的增加 成本的增加而去增加家长的收费 校方指出如图尔中心表示 上课当天和前一晚都会通过手机简讯通知家长和教职员 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 除了孩童反复无常的烟霾情况 让照顾年长人士的团体也不敢掉以轻心 做足防霾措施 平日这世间活动室可是烟霾一旦恶化 活动室将摇身变成烟害隔离室 提供冷气并净化空气 让呼吸有困难的住户赞助接受观察 养老院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在烟霾期间设立隔离室 而口罩库存足够让院内的90多名60岁以上长者 用上超过一个星期 再次在烟霾期间设立隔离室